第一個我們就把高通交通違規部分點擊 然後大概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時間 時間的話我是把它調整到110年的1月 所以110年的1月 這邊找到 然後第二個再把它改成月 不要喊年 然後我要的違規項目的話 就是總計不要 然後找超速 酒駕 然後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然後還有不保持安全距離 那最後按查詢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一個兩個 然後三個 123 這樣資料就出來了 可是問題資料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要做怎麼樣統計 其實接下來就是說 以前的傳統做法 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你不用爬蟲的話 變成人工 人工的話麻煩 就是你要把它整個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Excel上面 這樣也是可以啦 其實說這樣很 沒效率 而且喔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假設要把它放Excel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用 複製貼上 開一個Excel 然後把這個資料選起來 有沒有選起來之後 選其實不好選 而且你也不能 沒有選到喔 最好連上面這個選 因為 最好連這邊都選 不然如果你假設有些東西沒選到 貼上會有錯誤喔 比如說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貼上好了 這樣OK嘛 可是如果假設你有漏選的部分喔 像比如說你這樣選 比如說你這邊沒選到的喔 你從這邊選好了 假設你選 即便你選這邊喔 它複製貼過來好像 我再開一個 好像也會出 變這樣子 也就是你選的範圍沒有完整 貼上也會失敗 OK 那當然啦 你說老師那我用貼的啊 也不OK嗎 其實 如果啦 假設你資料量少 貼OK 但問題你資料一多的時候 那你 而且如果這個資料 一段時間更新 那你更新你不是要還在查 查完之後 還要再貼嗎 所以 現在有一個 蠻重要的技術啦 叫網路爬蟲 就是說呢 我取得資料的方式 就不要透過人工了 不然的話 如果你就是業數很多的話 每天的話Ctrl C,Ctrl V,Ctrl C,Ctrl V 那這樣的話永遠 無止盡的貼啦 OK 那當然啦 假設我們剛開始不知道網路爬蟲 你們可以先練習看看 把它貼上之後 那接下來喔 我如果想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怎麼樣是最快的啦 當然因為這個數字已經有了 其實也不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圖表其實就可以啦 一般習慣用 有折線圖的那個 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那其實就會 很快的 有一個圖出來了 有沒有如果假設 你要針對整個 比如說有四個項目 畫四個圖在一個表裡面的話 最快的方法就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的話就可以馬上 可以讓它顯示出來 OK 有沒有 那這個圖表的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把它改名稱叫什麼 叫高速公路的那個 這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當標題好了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貼過來之後 馬上就會有一個違規 的 有沒有 然後甚至工作表也可以改 工作表也可以叫做 高速公路取締違規建築 那當然呢 你會發現喔 如果原來你看這個數字 跟看圖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 看圖應該比較看得懂 有沒有 而且這個圖我覺得畫得 算是清楚的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底下 其實還有一個 標籤 或者這邊可以收折 把它往上收折 這樣看的會 比較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變化比較劇烈的 應該是哪一個項目呢 有沒有發現超速 超速簡直就是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那一下子爆衝 為什麼突然這邊整個 從 去年的 九月吧 十月就增加 這麼多數量 OK 那其實喔 超速好像現在 抓得蠻嚴的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 天購了很多的照相設備 還怎麼樣 而且為什麼大家超速這麼多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找相關的 其他資料 看看有沒有 是不是說真的 政府最近 從 一百一十二年 添購了很多的 那個照相設備 還是怎麼樣 怎麼那麼厲害 突然間呢 就整個爆衝 最高的話 超過七萬筆 而且超速其實罰得蠻重的 隨隨便我記得 我之前也被罰過 OK 不過我就趕快把它繳掉 那一筆好像有的時候 甚至超速有的時候 要三千二吧 還是多少 如果 超過十公里 每十公里 就會累加上去 而且好像超過多少的話 甚至會掉扣你的駕照 OK 所以其實罰得還蠻重 所以也就是說 在今年的一月 七萬多筆的 這個 光那個政府 收這個罰單的 這個 金額 其實就很高了 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些錢 不知道跑到哪裡 OK 那其他的話 其次的話 這個灰色的什麼 灰色的一邊 另一邊好像一直都還是有 而且一直降不下來 其他的話就是像衛保濕 安全區也一直都有 還有酒駕 酒駕好像都比較 相對的是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如果假設我今天要畫的圖 並不是說 我要把四個欄位 畫在一張圖裡面的話 那我勢必要分開來 其實前面我們那個外匯的資料 是分開來 那如果分開來的話 勢必要畫四張圖 如果要畫四張圖 怎麼做 比如說我不要畫 畫在同一張 如果你不要畫同一張的話 比如說你要畫超數 你就變成你要怎麼樣 把A跟B兩欄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就選A1 按序的鍵選B40 也就是你要選的話就選這個跟這個 然後呢 在這個 剛剛的上面東西 再把它打開一下 它被收折起來了 那收折的話呢 如果要再把它展開的話 這邊 就把它點下去了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回紋針 你再把它點一下 它又恢復了 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 讓它恢復的話 你變成你要先點其中一個 然後再回紋針點一下 它又恢復了 OK 如果假設我要畫單一個圖 超數就好了 其他不要的話 那你就什麼 在這邊找到 如果你只有選一個超數 就一個超數 如果假設我希望放的位置是 G1 實列高 實列高 大概就是這樣 實列高 那實列 實籃寬 好像我們 之前有畫過類似的吧 實籃的話應該是 1 2 3 4 5 6 7 8 9 剛好到P 那再來畫酒駕 酒駕畫到下面的話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再畫酒駕畫下面 就不是 把 A跟 C一起選 你不能說 一直選選到 A1選到C40 按序格鍵 這樣不行喔 如果你這樣選的話會變成 超數跟酒駕都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只有酒駕的話 你變成要選兩次 一次是先選 A1按序格鍵 選到A40之後 必須要跨過B 再去選什麼 選C1到C40 那如果你要選 C1到C40 因為你不能再直接點選 如果你點一下 A不見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 連A也一起選的話 記得要先按Ctrl鍵 按Ctrl鍵之後 再去選C1 然後要再選 到底的話呢 再按Ctrl6向下 這樣兩個範圍 就可以 分開 有點困難喔 如果你假設這樣選的話 可以記得喔 先選這個 A1點一下 按Shift鍵 選A40 按Ctrl鍵 按住不要放 再點C1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可以喔 然後再去按插入 這邊有個折線圖 折線圖的話 這個叫做 酒駕好了 那酒駕我希望呢 把它放在下方 一樣是10列高 10欄寬 OK喔 所以10列高的話 應該是第11到第21 21在這裡 OK喔 那一樣的到底在任意變換車道 怎麼做 一樣 A1嘛 然後按Shift鍵 選A40 再按Ctrl鍵 去選任意變換車道 D1 然後呢 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把它按一下插入 我們的這個折線圖 OK 那一樣啦 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喔 幫我把這個 10張圖 不是 4張圖 把它完成 那我希望最後做出來 就是10欄寬 10 應該到這邊嘛 上面多一個 多一點點 這邊上面這個 大概就是10 這個的話就放在這裡 OK 那最後當然就是換成這個 A1 最後一個 就是 未保持安全距離 按Ctrl鍵 Ctrl去個向下 然後呢 就再把它插入 這個折線圖 OK 那這邊的話就未保持安全距離 拉到這邊來 一樣10裂高 10欄寬 應該到這邊吧 40 好啊這樣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超速 酒駕 任意變形 任意變換車道 任意 未保持安全距離 OK 請各位先用手動的方式完成 但是啦其實今天我們要做的 並不是說 用人工 你會發現人工 也可以 那問題 你如果來數越多 你會越想說 該我寫個程式直接執行就好了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著把剛剛的那個高速公路違規建築 這個先把它完成 好